亚历山大河发条老鼠 美国的李奥利奥尼文图阿甲翻译 关于友情的经典语言 世界凯迪克奖得主 李奥利奥尼代表作 这人得过四届的看法 所以是很赞的 今天一下看了十多本 也就是说之前咱们可能也就看过两三本 哎呀没做完呢 还没念完呢 如果绘本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视觉艺术 李奥尼 李奥尼则是这种风格的大将 那是什么 但这个是几十年前五六十年前怎么着去评价的吧 是吧 嗯 哇这个人年纪1910年的人 一个上上一个更子 1960年以后左右的那个 上一个更子 他在25岁就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火哥 极厉害的 你看那个5556人家在这干什么 再过几年咱们这 吃饭都那什么 很厉害的 你确定没多饭一样 来人啊来人啊救命啊有老鼠 连胜的尖叫后跟着的是一阵细里话啦 被子碟子和勺子四处乱飞 亚历山大 撒开小脚有多快就跑多快向他的小洞跑去 亚历山大不过是想找一点面包屑而已 可是那些人每次见到他不是尖叫着喊救命 可能就是草地扫帚来赶他 有一天那座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亚历山大听到暗逆的房间传出一阵吱吱声 他偷偷钻 他偷偷溜进去 你猜他看见什么了 另一只老鼠 但不是像他一样的普通老鼠 他没有脚 该找脚的地方 只有两个小轮子 背上还插着一把钥匙 你是谁呀亚历山大 一只老鼠叫亚历山大 我是发条老鼠威力 按你心爱的玩具 他们给我上发条我就能转着圈跑 他们还喜欢暴露 夜里我睡在一个软软的白色枕头上 爱在布娃娃和羊毛泰迪熊中间 人人都爱我 他们对我可不怎么样 亚历山大伤心的说 可是他很高兴找到了一个朋友 我们去厨房吧 找些面包卸来 他说 哦 我去不了 威力说 他们给我上了发条我才能动 可是我不在乎 人人都爱我 亚历山大也开始喜欢上威力了 他一有机会就去看威力 他给威力讲自己的历险故事 如何躲过打来的扫帚 飞来的蝶子 还有老鼠夹子 威力跟他聊玩具企鹅 羊毛抬迪熊 聊的最多的还是安妮 两个好朋友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 可是亚历山大独自躲进他那黑暗的藏身处时 他一想起威力就又羡慕又嫉妒 哎 他叹气道 为什么我不能做一只发条老鼠 像威力那样被人抱着被人爱 有一天 威力说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我听说呀 他神秘兮兮的地声说 在花园里 就在鹅卵石小路的尽头 靠近黑莓丛的地方住着一只魔法蜥蜴 才能把一种动物变成另外一种动物 那就是说 亚历山大说 他能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发条老鼠 那天下午 亚历山大跑进花园里 一直跑到那条小路的尽头 蜥蜴蜴 他嘀声喊 突然一只大蜥蜴站在他面前 全身上下 像鲜花和蝴蝶般五彩缤纷 好恐怖 你是不是真的能把我变成一只发条老鼠 亚历山大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月圆之夜 蜥蜴说 带一颗紫色的鹅卵石给我 一天接着一天 亚历山大在花园里寻找紫色的鹅卵石 他怎么也找不到 他能找到黄色蓝色和绿色的鹅卵石 可是连一颗小小的紫色鹅卵石也找不到 最后他又累又饿 只好跑回那所房子 在储藏室的角落 他看见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旧玩具 在那 就在金木盒破旧布娃娃中间 还有威力 嗯 还有威力 这是怎么回事 亚历山大惊讶地问 威力告诉他一个伤心的故事 原来安妮过生日了 在生日晚会上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件礼物 第二件 威力叹气道 有许多旧玩具就被丢弃到这个箱子里 我们统统都要被扔掉 亚历山大几乎要哭出来了 可怜的威力 可怜的威力 他想 可就在这时一样东西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怎么可能 是的就是他 一颗小小的紫色鹅乱石 他紧紧地抱着那颗珍贵的鹅乱石 兴冲冲地跑到花园里 天上有一轮满月 亚历山大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黑莓丛边 吸一吸黑莓丛里的蜥蜴 他急匆匆地喊着 叶子一阵沙沙就响 那只蜥蜴就站在他面前 月亮圆了 鹅乱石找到了 蜥蜴说 你想变成谁 你想变成什么 我想变成 亚历山大停住了 接着他突然说 他突然说到 蜥蜴蜴 你能把威力变成像我一样的老鼠吗 哦 我真没想到这么着 蜥蜴眨了眨眼 一道刺眼的强光闪过 然后一切安静下来 那颗额蜴蜴不见了 亚历山大跑回那座房子 有多快就跑多快 这个剧情有点像那个 额 早就不见了 那有点像就那个穿条文山的男孩 纳粹集中营的那个 那个箱子还在 可是 可是 里面是空的 太晚了 他想着心情沉重的回到墙角边的他的小洞 哦哦 什么东西在吱吱叫 亚历山大小心翼翼的靠近洞口 里面有一只老鼠 你是谁啊 亚历山大有点害怕的问道 我的名字叫威力 那只老鼠 威力 亚历山大叫起来 那只蜥蜴 那只蜥蜴做到了 他一把抱住威力 然后他们一起跑到花园里的小路上 他们在那里跳起舞来 直到天亮 获得永生和 推荐家人们看一下 钢枝炼金术士 一个关于友情的优美动听的故事 作者使用的拼贴手法华丽而独特 一只真正的老鼠羡慕极了他的朋友 一只发条老鼠 希望大家去支持购买重版详细阅读 给孩子亲自阅读吧 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见证学义思考 希望大家更懂得珍惜很多 应该珍惜 我的学习就得刚开始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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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